哈囉大家好 我是Fresh的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的這個主題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自學日文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要來考考大家 就是台灣人藏錯的日文 那我今天就邀請到了又在自學日文的愛玲 將將 再見 今晚好 我是愛玲 你好你好 對 我的頻道是做日韓旅遊為主 然後我也有在自學日文 但是聽到你說台灣人常常做日文 我現在非常緊張 對 我今天要考考大家三題 對 我覺得我自己在學日文的時候 我常常會覺得說 人家聽得懂就好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注意說這個文法 要解 要解 好啊 哇 有趣有趣 好 那我就來趕快考考看第一題 其實請你中翻日喔 就是中文的看醫生日文怎麼說呢 看醫生 我去醫生 喔 你的屁眸屁眸 趕快答對 對 因為就是 我去醫生 就是醫生 這樣子的日文 那很多台灣人都會講成是 醫生 就是因為中文是看對不對 對 對 因為看是日文的看 但是啊 如果你講說 醫生 看的話 變成是 你坐在那邊敬請的 你在看著 盯著醫師看 不是你被他看喔 所以要小心 很像是那個 就是小一點色狼的感覺 喔 這個醫生看起來很帥喔 這種感覺對不對 這之後變成 你在盯著他看 我就想 對啊對啊 這個是台灣人常做的 這常常在我在改作文的時候 常常會有 錯這樣子 對 哇 不愧是艾琳 喔 是玻璃紅 通過 好 那第二題 玩遊戲的日文怎麼說 玩遊戲 對 完蛋了 我要講很那個的 啊 有東西就是 Play Game 喔 哈哈哈哈 那個日音混雜 欸 你是那個 玩的動詞忘記了嗎 Asobu 啊 沒錯沒錯 對 那就是跟Game 怎麼合在一起呢 可是那個玩跟那個玩遊戲的玩 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我記得不一樣 提示一下 就是你已經 百分之九九對了 就是Game跟Asobu都會用到 那用什麼連結 就是烤助詞 那我用 我猜O好了 Game Asobu 對 這樣也對 沒有 沒有 是錯 在我剛才的對是說 這個對 台灣人都會 一樣錯 就是叫 Game Asobu 對 它正確是 這樣很像是要進去Game裡面 喔 那個 就是 因為 那 DE有 表示方法 手段 萌句的意思 所以這邊是說 就是 有點像說就是 用遊戲這個東西來玩 假設你在打電動啊 什麼的 那 嗯 好 我這樣講好了 舉一個 大家現在都喜歡滑手機嘛 那我要講說 玩手機的話呢 就要講說 携帯 であそぶ 那 我可以講 携帯 をあそぶ 我跟你說 你講携帯 をあそぶ 會變成怎麼樣呢 會變成這樣 你在玩它本體本身 對 玩這個東西本身 就把玩它的 這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要講說 携帯 であそぶ ゲーム であそぶ 這我真的不知道耶 對 這個人還有人常常做 對 還滿有趣的 我們一起來 ゲームをあそぶ 携帯をあそぶ 你再丟下去 這刷獎的手機 不行不行 這個有趣 謝謝你的那個標準錯誤直翻 好那第三個 最後呢 就是 雨很大 要怎麼說呢 就是下雨 雨很大的日文 完蛋了 我一定錯了 真的嗎 因為我就直翻 就是阿美感大き 對對對 就是大家都會這樣講 但是也是 就是 錯了 我講好久了 我都錯了 真的嗎 真的嗎 那這個呢 因為 對啊 中文講大き 講大嘛 但是日文 雨的話呢 不會用大き來形容 那會有幾個形容方式 跟大家講一下 就會講 雨がひどい ひどい 它有那個過分的意思 但是也有那個 程度的 惡劣的那種意思 所以 雨がひどい 那意思就是 呃這個 雨是很大這樣子 那它有一個講法呢 是 雨が強い 強壯的意思嗎 但是也有那個 強烈的意思 所以 雨が強い 就是 呃就是 雨很大這樣子 欸我覺得我會錯 日本人要負一點責任 哦 為什麼 因為我 一世以來都這麼講 沒有人糾正過 哦 我可以說這個 我要跟 哦 我要替日本人說一下 就是呢 呃 因為日本人會 不好意思糾正 那 雖然我是老師 但是 假設啊 假設台灣人講錯誤的日文 我也會 除非它有強制要求我說 我錯的每一句 你都要糾正我 不然我也會不敢糾正它 然後 平常如果在講話 在過程中 只要聽得懂 我也都不會 就是 我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對對 不好意思一直好像在挑他的毛病 所以 假設我的學生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他講錯的話 一定要告訴他 我會告訴他 假設 艾琳你跟我講 我也會不好意思糾正你 哈哈 對對對 欸我這真的講超久的耶 真的嗎 好 我會被你學起來 那還有一個就是也可以講說 雨がすごい 那すごい就是很厲害嗎 對對對 就是比較口語 那個這幾個講法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們默默的一直講錯誤的日文 日本人也都不會 糾正你 哈哈哈 對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他 糾正你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就是不管你錯什麼 小問題 都一定要糾正 大家就會敢糾正你了 所以他們應該也會覺得很煩吧 我之前有一個美國朋友 他就說就是 就是他常常叫朋友 他最討厭聽到別人叫他 糾正他的 哦真的嗎 因為他就說 他會覺得很麻煩 他會覺得說我又不是你的英文老師 哦 然後他的職業是英文老師 所以如果你叫我糾正你 你應該要付錢的 哦 哦 原來 就是他覺得這個是專業是要那個 哦 那可能好像真的好像想法比較不太一樣 對 這個想法不太一樣 哦 這蠻有趣的 可能因為我是老師啦 所以就是 別人這樣要求我 對對對 那對 就是 但是別人這樣要求我 他我就會 想說那應該就是告訴他這樣 好有趣哦 好有趣好有趣 那那個剛剛我都是用嘎連結嘛 那你要用形容詞 修飾名詞的方式也是可以 所以我剛剛用 強い 酷い すごい 那你也可以講說 酷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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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謝謝沙蔣老師 好 那所以今天呢就是愛玲是 三題中答對的一題 我記得了 不會不會不會 但是我相信愛玲的這個溝通能力是很好答對 就是語言就是最主要是能夠溝通嘛 對啊 那我真的愛玲平才有在自學日文 我有看你的影片就是 你說那個介紹那個怎麼自學日文 然後我看了才知道那個東西 我覺得很厲害耶 就大家也可以看看 他叫VTuber對不對 VTuber 對 就是日文自學的平台 然後我覺得他很酷的是就是 它是這個Animation那個動畫 然後是 Ceyu-san那個聲優在配音然後來教你的 我覺得最厲害是那個Ceyu-san 我覺得都好厲害喔 我們聽到Ceyu-san在Animation就是漫畫動畫裡面聽到 然後他們都會教 因為我超喜歡看動畫漫畫 我就聽到他們 我常常學到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巴卡亞路 那個都學這些 有的不的 對對對 有的不的 可是很多人是因為會喜歡看這些 日本的動畫漫畫的文化 想要學日文嘛 可是他們看這個就會學到這些 有的不的 然後所以這個VTuber這個平台 它就是 我自己選的蠻棒的地方 它結合我們喜歡的元素 喔 了解 對 對 但是又是教你正統的日文 然後又是聲優在教你 對 因為我看了艾琳的頻道才知道這個東西 就覺得好酷喔 然後它好像不只是就是教日文 也會一些補充那個日本文化嘛 就是那個聲優它會用日文 然後也會周文的翻譯在下面對照 可以看這樣子 感覺很不錯耶 大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看看 在影片資訊欄 對對對 好那今天謝謝艾琳 謝謝 對 那我在艾琳的頻道也有我們一起合作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看看喔 沒錯 沙蔣跟我會分享 日本人來台灣一定會少獲的無樣東西 對 你們有興趣知道的話都歡迎來我這邊看喔 嗯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喔 記得訂閱記得訂閱 謝謝沙蔣老師 沒有沒有沒有謝謝 那我們還有其他類別的影片也歡迎看看 那評審又用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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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